股四头肌是大腿前侧的肌肉群 日常在进行运动或者工作中都会使用到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久坐 导致股四头肌无力 往往出现膝盖打软 上下楼梯无力 蹲下起不来的情况 那么如何锻炼才能让这块肌肉更加发达 大家好,我是贝特吴 今天是本系列讲解视频的最后一期 今天主要讲解的是大腿前侧肌肉训练内容 教给大家如何强化大腿前侧肌群 让前侧肌群看起来更加美观 有力量 按照惯例 先了解大腿前侧的几个肌群 大腿前侧最大的肌肉是股四头肌 股四头肌中间叫股直肌 股直肌压着股中间肌 股四头肌外侧叫股外侧肌 股四头肌内侧叫股内侧肌 股四头肌的上方位置是横降肌 横降肌下面压着的是内收肌群 内收肌群最上面的是直骨肌 直骨肌压着短收肌 直骨肌下方是长收肌 长收肌压着大收肌 大收肌边缘紧挨着骨脖肌 小腿前侧只有一块肌肉 就是进骨前肌 下面了解下各个肌肉的生理功能 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每个肌肉的针对训练 股四头肌主要的功能是膝关节的伸展 以及横骨的前倾 这也是横骨前倾者应该多放松股四头肌的原因 横降肌的作用是膝关节的曲曲和宽关节的外旋 内收肌的作用是宽关节的内收 进骨前肌的作用是回关节背曲和逐内翻 下面是今天的训练内容 股四头肌的针对训练非常简单 主要的单关节的动作有坐姿器械腿曲伸 负重后仰下蹲 横降肌没有针对的训练动作 因为大部分的伸动动作都会锻炼到横降肌 内收肌针对的单关节训练动作有 绳索内白腿以及交替侧蹲这两个动作 进骨前肌的训练只有一个动作 站姿脚背曲 因为腿部的训练动作很多都是复合动作 例如最经典的伸动动作 同时发力的肌肉包括大腿前侧的肌群 囤积大腿后侧的肌群 甚至小腿肌群也会参与 大腿前侧的肌肉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 做大重量的腿屈伸 深蹲 倒蹬时 一定要注意膝关节的位置 不能完全伸直膝盖 应该给膝关节留足空间 避免膝关节受伤 二 腿部训练采用复合动作和单关节的动作 这样可以全面刺激腿部肌肉 帮助腿部肌肉快速生长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有问题欢迎大家评论 拜拜